金庸武俠天地 武林自尊,寶刀屠龍 雄靈天下,莫感不重 倚天不出,誰與爭鋒 倚天屠龍記 講起上來,我們明教在唐朝已經有 當時由波斯傳入中原 我們的教義就是行善去惡,眾生平等 如果有金銀財物,就要救濟貧苦 我們不食習,不飲酒,要崇拜明尊 明尊即是火神 說不得大事,照看明教的宗旨也不錯 是,可惜歷朝的貪官污吏都欺壓我們 教中的兄弟不服氣,往往是起事反抗 就是因為本教一向與朝廷官府作對 朝廷就說我們是魔教,要嚴加禁止 我們為了保存性命,逼著行事詭避,掩人耳目 當然,本教裏面也有些害群芝麻 恥著武功為非作帶,濫殺無辜 使得本教的聲譽好像江河日下 說不得,你不是指我 自己做事自己自,我從來都不說假話 死到難頭,當然不應該說假話 空見實生的高祖,果然非同凡兩,這麼快就恢復內力 但是,你還未曾答覆我,怎會知道我們的秘道 我不說,你真是死都難閉 好吧,不怕說給你們 是貴教,楊鼎天教主兩夫婦,帶我上來的 妙華 有些這樣的事? 你不相信嗎? 光明頂的秘道,是本教的莊嚴聖境 歷來只有教主一個人才可以進去 你是外人,楊教主沒理由帶你進去 你既然查根問題,那我就把25年前的秘密告訴你 反正你們都沒命下山,說給你們的秘密緊要 你說得了,那條秘道是明教的莊嚴聖境 但是楊鼎天犯了教規,帶過她夫人進去 那楊夫人又帶我進去 楊夫人為何帶你進去? 我今年都七十幾歲了,說起年輕的事 上天,我一月告訴你們 你們知道我是誰? 楊夫人是我師母 我出家之前,姓成明昆 愛好是溫源霹靂仇 有此理,原來這個惡策就是我義父師父 年輕人,我們大家都將近四 辛苦一點都要忍一下,聽她發言風 其實我和我師妹,自小就有了婚姻之羊 誰知道楊鼎天,暗中亦施戀我師妹 到她做了明教教主,威震天下 我師妹心志不堅,雖然嫁了給她 但是,她們的婚後冰不快樂 所以有時跟我相會 那當然要找個秘密的地方 你…你意思是在秘道相會? 沒錯,光明鼎的秘道 是你們明教幾百年來的莊嚴聖地 但是… 就成為我和你們教主夫人的師匯之所 什麼? 你…你又出來了 你們生甚麼? 我的大好姻緣被楊鼎天拆殺 我小時候願意殺死楊鼎天 要覆沒魔教的 今天我成困深怨以上 死亦冥目了 多謝你解釋給我知道 楊教主暴迷死因不明 原來是你下毒手 那你錯了 是她自己死的 甚麼?她自己死? 我師妹就是怕我向她暗下毒手 聲明如果我害死楊鼎天 她就不會放過我 如果楊鼎天真的死在我的手上 我就放過你們 你知道她怎麼死的嗎? 沒錯 那晚我和師妹在秘道相會 竟然聽到有很重俗的呼吸聲 我們靜靜去看看 看見到楊鼎天坐在房間裡 拿著把楊鼎 整塊臉好像血那麼紅 她一見到我們 臉當頭變青 不斷又青又紅 軟眼之間變了三次 楊左士 你知不知道這門是甚麼功夫? 是本教的乾坤大奈兒神功 楊少 你已經練成了 我不敢這麼說 我練了十年 只是練到第二層 楊教主能夠轉眼之間 臉色變了三次 即是練到第四層 本教歷代教主之中 只有第八代的宗教主練到第五層 當日就走火入魔死了 原真大師 那我們楊教主因甚麼事歸天? 當時我見她的臉色變成這樣 也覺得很驚惡 我師妹見她武功這麼高 一出手就可以把我們置諸死地 當時就向她求情 叫她放我下山 她願意擔當一切的懲罰 那教主真是放了你? 不是 當時的六大雙眼流出鮮血 整身僵硬 若都不若 是嗎? 我師妹見她死了 然後也自殺身亡 她既然死了 我就唯有走了 回到中原去找我多年沒見的徒弟謝信 原來雙塔之下 她已經成為魔教中的四大護教法王之一 她還極力勸我加入魔教 說什麼跟人合力拘除護路? 這些是我們的宗旨 嗯 當時我不動性死 只是說要衝腸計議 過了幾天 我拿下喝醉 要逼奸她的妻子 乘機殺她全家 你…你…你為甚麼這麼賊人? 為甚麼? 我這樣做 她一定會不顧一切找我報仇 如果找不到 更加會不顧一切互作非為 那她就終計了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義父的不幸造語 都是這個老賊的陰謀 原來是你的陰謀 後來謝信果然濫殺江湖可汗 到處留下我的性命 她是想逼我出來 那我又怎會這麼笨呢 她結下莫蘇十家 這筆像 遲早都換算到明教身上 果然不出我所料 哈哈哈哈 照你這樣說 就連空見神僧 都是你害死的了 嗯… 我拜空見為師 難道是真心嗎? 她授了我幾個響頭 送了一條老命給我 亦沒甚麼吃虧 哈哈哈哈 豈有錢呀 喂 那你們現在 亦沒有甚麼說話好說 事到如今 還有甚麼說話好說呢? 袁鎮大師 袁鎮大師 你肯不肯搖說我女兒一命呀? 她娘是我媚派的紀曉父 出生命門正派 還未入我明教呀 蛤 楊虎為華 我要斬草除根 如今 首先就拿你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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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 我只要戒開讓你吐氣 你想吐氣好一點 讓我一刀刺穿它給你看看 你又刺你,刺都刺穿 那我就一腳踢你 刺不穿 好,彈回頭 刺 你以為命長的 你有什麼功夫? 什麼功夫?你… 成坤,你的惡賊不要走 你不要走 惡賊,你別走 你別走 站住 明明見她跑了進來 為何又不見人 小姐,很清涼 這房間分明是小姐歸房 小姐,如今已經很晚了 早點休息吧 小姐… 原來小姐是不悔妹妹 小姐,我… 拿把劍給我 是…小姐 小姐 為何要用鎖鏈鎖住她雙腳 她左腳是壁的,又駝背 右眼細,左眼大 鼻子和嘴都歪了 小姐,劍 小姐 敵人隨時都會來 我要出去到處去 小姐,我跟著你去 如果遇到敵人 我可以照顧小姐 誰要你假好心? 小姐,你… 現在敵人大舉進攻 我父女的性命危在淡靜 小姐,你這個賤丫頭 一定是敵人派來光明頂做臥底的 不行,我要先殺了你 我怎麼都不會讓你折磨我們的 不要 你…用手指彈掉我的劍 不悔妹妹,是我 你是無忌哥哥 不悔妹妹,無敬這麼多年 你不錯 你是無忌哥哥 為甚麼你的衣服… 你真的是無忌哥哥? 是 那…為甚麼你會來到這裡? 是說不得大師帶我上光明頂的 那個元真和尚進到你的房間之後 就不見了 你的樹是不是另有出路? 元真和尚? 甚麼元真和尚? 誰進我的房間? 你爹受了傷在大廳裡 你快出去看看吧 甚麼? 讓我殺了你這個賤人 不要 毛記哥哥哥,你為甚麼要阻止我? 你和她是同一路的,是不是? 她是你的丫鬟 我剛才見她 怎會和她一路呢? 既然你不知道內情,就不要多管閒事 她是我們的死對頭 我爹用鐵鏈鎖住她的手腳 就是怕她會害我 現在大敵當前,她還不乘機報仇嗎? 姑娘 你是不是有心情報復? 不會的,我不會的 不悔妹妹 你聽到了 她說不會的 你搖書她 好 既然你說情,我就給你面子 妹妹 好 毛記哥哥 我點了你的穴道 你不能再阻止我殺她了吧 小超,我要一掌打死你 為甚麼我會全身麻痺? 小姐 小姐 你一向都疑心我會害你 如今我要殺你就最容易 但是我不會這樣做 讓我把劍掛回去 我沒有說錯了 毛記哥哥 我已經點了你的穴道 為甚麼 為甚麼你還可以動? 你手下留情 毛記哥哥 我爹傷得怎麼樣? 不行,我要先看看她 你在這裡等我 我很快就回來了 這幾年,我每次都顧著你 你記得等我了 記住 姑娘 那個和尚,那個和尚走進來就不見了 你知不知道這個房間是否另有通道 你真的要追回她 這個和尚傷天害你 就算去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到她 姑娘,如果你知道,請你指點途徑 那好吧,我的命是你救回來的 那我帶你去 為甚麼出席蠟燭? 快點上床 通道就在這裡 你結開被,躺在我身邊 快點 你小心 小心 姑娘 真的想不到 原來這個機關佈置得這麼巧妙 秘道的入口 竟然會是小姐歸房的床上 好,我們跟著通道去找 為甚麼你不走 你的腳跌了,又有鐵鏈鎖住 為甚麼會… 我炸跌,特地騙老爺和小姐 怪不得娘說 天下間的女人都喜歡騙人 今天就連不副妹妹都來暗暑我 好,姑娘,我們走吧 姑娘 這條地道,曲曲折折地來到這兒 已經是盡頭了 為甚麼不見過和尚呢? 我來過這裡了 相信前面還有通路的 但是我找不到開門的機關,那… 前面這塊石壁,凹凸凸凸凸的… 退都退不動 我試過幾十次了 始終都找不到機關 真是古怪了 我帶個伙伴進來,很細心地看過 但是也找不到有甚麼可疑的地方 到底那個和尚去了哪裡呢? 讓我再試一下 行了,有出路了 慢著,起… 做甚麼? 我預防那個惡和尚躲在石門後面暗暗 是嗎? 不見有人報 這道石門這麼大這麼重 你也能推動,你真是本事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姑娘,我很心急要找個和尚 我們走吧 有這麼多條分叉路 應該走哪條呢? 你聽到嗎? 那邊,有人急著 姑娘,敵人在前面很危險 我先走,你慢慢跟著你 我們有難同當,我不怕的,一起走 那好吧,你小心點 這條通道一直這樣左轉 好像螺旋形那樣 越落越斜,越落又越窄 對,好像下了個井上 來吧,跳下去吧 唉… 真是很危險 那個和尚真是陰毒了 他推一塊大石下來,想拆死我們 大石封住這條通道 我們不能過去了 看看能不能推開 你這個臭小子 今天要來死木葬身之墓 有個女生陪著,算你很幸運 就算你謀這麼大力 也不相信你推得開到大石 一塊不夠,加多一塊點 他…他正在吊石頭 我們已經不能過去了 多一塊也不要緊 那…那怎麼能過去呢? 讓我試一下 我… 他怎麼… 推不動 那怎麼辦呢? 去那邊看看 看看還找不到出路 我身上有火箭 可惜沒有蠟燭和火把 不用這麼快點火的 走到盡頭,沒有路的了 有個木桶,你站開一點 來… 去那邊… 點著火,可以用木條來做火把 行了,有火了 來…先點著木條 為甚麼木條的火那麼猛 有種硫磺味,照一下 原來那種是火藥 來的… 真是幸運 如果方才那些火星射開來 那些火藥爆炸 那不僅炸死我們 連外面那個和尚也炸死了 我還看著我 你…你為甚麼看著我 原來你的樣子這麼漂亮 我…我方才黑了 忘了那張假面 原來你不是陀輩 為甚麼要裝成這麼古怪 小姐她很討厭我 她看見我這麼醜的樣子才開心 如果我不是裝成這樣 她早就殺了我 她為甚麼要殺你 她當然是疑心我會害死她和老爺 方才你有劍在手也不殺她 那她以後也不會懷疑你 可是…我帶你來這裡 她更疑心 不過還是算了 我們不知道能不能出去 姑娘 如今有火把就方便很多了 我們再找看有沒有出路 嗯… 擴兵… 剛才一節 以天屠龍記第39回 是由李安球監製 吳偉榮編導 金蓉原著 荒郎改變 張清林裕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了